近日,在中方支持下,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两国达成北京协议,中沙伊三方签署并发表联合声明,宣布沙伊双方同意恢复外交关系。 断交七年后,沙伊两国握手言和,多位专家认为,这对中东乃至世界局势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,同时也是全球安全倡议落地中东的一次胜利和一次鲜活的实践。 长期以来,在教派冲突等因素影响下,沙伊两国关系错综复杂,已成为影响中东和平的关键性因素之一。 专家表示,此次沙伊复交即使双方利益的共同需要,也离不开中国的积极推动。 任务吧,所以呢,走向缓和是最符合他们的利益的。 你像这个沙特推出了2030愿景,伊朗呢,在严厉的国际制裁之下,它呢,需要恢复经济。 所以呢,我觉得呢,根本是都需要回归发展主题。 中国因素发挥了很大的促进性因素。 中国呢,从人类命与共同起的战略出发,始终从伊朗人民、沙特人民、全其穆斯雷的共同利益出发。 抽合、抽谈、不拱火、不挑拨是非。 所以呢,这个中国呢,促成了这个伊斯兰世界两个大国、强国的这个建立正式和平外交关系。 沙伊两国复交后,3月10日,印度洋岛国马尔代夫宣布决定恢复与伊朗的外交关系。 专家认为,沙伊两国的让步和妥协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,也顺应了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。 在这一次呢,沙特与伊朗和解,说明了这个伊斯兰国家的团结力会更强。 对伊朗的国际促进,缓解制裁封锁带来的压力,经济形势好转,周边环境将会产生深远影响。 沙特作为这个波斯湾、阿拉伯国家的这个大国强国,那么沙特就会专心自治地搞国内建设,专心自治地谋去北国的福利。 马尔代夫啊,是一个岛国,这些年来面临气候变化的挑战,这个生存危机就加剧了。 所以呢,他希望得到这个国际社会的鼎立支持,加固同沙特的关系,是马尔代夫啊,同伊朗复交的主要考虑。 地区国家呢,现在呢,都有意啊,借这个势头呢,来把这个发展主题提上日常。 因为我们从这个若干地区国家对这件事情的反应上,现在能够看得出来,他们都是表示欢迎。 实际上呢,它也是个顺应了这个当今世界啊,和平与发展这样的一个时代主。 专家表示,中国此次斡旋沙特伊朗改善关系的善举,展现了大国担当,也得到了伊斯兰世界的热烈欢迎。 最近我也采访了很多伊朗朋友,他们都说,中国的这次举措,让伊朗人民从那些深处,愿意接受一个无谁论国家,为穆斯里考虑,为伊朗人民的利益考虑。 他们说,伊朗的知识分子,伊朗的学生,伊朗的官员,这个政界,普遍比较认可这次中国的良苦用心,和中国的这次出核出谈的这个善良举措。 也希望中国呢,以后呢,继续发挥这种建设性作用。 专家表示,沙伊北京对话,为全球安全倡议的落地生根开了一个好头。 全球安全倡议中,很明确地推出来了,必须倡导相互尊重,一定要坚持公平正义。 中方在伊朗和沙克关系改善中,突突地展现出来了的意义惯之的做法,也就是说,不干涉两国内政,同时推动两国和中东地区更多的国家, 沿着一种彼此军众,共谋发展的,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的方向,去演进。 由于国际格局,国际关系极为复杂,个别国家自私狭隘,就说实际落实很难,虽然艰难,中国迈开了第一步, 人民更有信心看到全球安全倡议落地生根开发结果。 我觉得这回是全球安全倡议的一个鲜活的实践,也可以评价为是一个全球安全倡议落地中东的一个胜利。